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 2022年 5月28日 星期六 各位好 各位好 大家好 這一節是我們三大指示聯合廣播 今天我們 很多話題要說 首先 現在在傳習近平 回歸25周年 未必會下來 因為香港政府正在放風 正在研究一天過 即是即日來回 他來香港 然後 即時回上去 這個問題 我們也要想一想 習近平 沒有遭受到美國的 制裁 所以他可以坐直航機 另外一個 李家超 受到美國制裁 原來他不可以坐國際航班 因為我有朋友在航空公司做的 任何被美國制裁的人 原來 也沒有辦法坐國際航班 所以我們看到林鄭最近幾年 每次回大陸述職 都要去深圳 在深圳坐內陸機 以前不是的 曾蔭權年代 就算梁振英也是 他直接在赤立角坐飛機去北京 習近平有私人飛機 為甚麼要坐航班 任何國際航班都不可以 不過 習近平是沒有受美國制裁的 所以習近平是沒有受美國制裁的 所以習近平是沒有受美國制裁的 不過 如果同行有其他人 就可能不可以坐飛機 因為你也知道 現在政協副主席有二十多人被制裁的 包括新疆那個 陳全國 即是說如果有其中一班人 甚至乎你上的那個港澳辦 夏寶龍也不可以坐飛機來的 因為受制裁 他現在的續心法 針對習近平 實際是針對了甚麼呢 又不是制裁是甚麼呢 那個好像還沒有通過 還沒有通過 現在還在談 因為那個是共和黨提出的 但每個人都同意了 好像還沒有過了 好像還沒有過內容 叫得他的名字 應該有些行動 是的 基本上是針對習近平本人的 因為我們 其實也在研究 現在的習近平 他肯定是得罪了整個美國的政壇 因為美國政壇裏面的 所有既得利益者都是被他破壞的 索羅斯基本上是可以說 以他的資格 你看他的這個年紀 他就可以代表美國華爾街講話 以前也出過三篇文 叫他走 他們當然是阻止華爾街發達 其實也不是阻止華爾街發達 說現在買了一些東西 說你一個政策令到我的天壇 有點跌九成 所以不翻臉 真的是翻臉 然後呢 這次是大俞斯 大俞斯 連任的機會就很少了 尤其是他提到的清零 清零這件事 基本上是毀滅整個國家的經濟 現在全世界 但是寶寶仔也知道要清零不行 但是他要堅持這個人 這個人真是 不就是外國人 連大陸的阿叔 阿嬸都說了 老鼠 蟑螂 你也沒有能力清零 比老鼠 蟑螂 更加細的細菌 你可以有辦法清零嗎 看不到的東西 根本上是亂來的 所以上海人很牙策 看不到其他人 看不到這個閃筆仔 又帶著孫春蘭 孫春蘭我猜他是山東人 看不到他們的 孫春蘭走進來 那那班上海人 每個人都讀書厲害的嘛 尤其是醫學很棒的嘛 當然是笑他啦 整個上海人都清清 頭腦很清醒的 清零是多餘的 孫春蘭他們叫孫二良 沒夜叉 經過他是不是殺人 謀罪害命那一隻 現在我們也研究一下 其實習近平 他對於金融中心的概念 其實我們可能是重新估計的 以往他一手摧毀香港的時候 他隨便說 到處都可以成功 取代香港 上海講了二十多年 他以為是賭錢來的 股票市場就是等於賭一步 然後呢 你們香港人都在做妝啊 你們就發得不清楚 一直都說 這個賭要一技術含量啊 是不是啊 你不是啊 拿個適中啊 以前聽識黨業務 那個叫葉漢的年代 聽識黨啊 他的思維真的停在二戰 甚至二戰再早期 所以我們香港人的飯碗 實際現在就是靠金融中心 其他那些哪裏賺到錢 金融中心 賺了錢之後就分到其他人 這個就是我們賺錢的 大飯碗來的 到底習近平怎麼看法呢 我今早就已經開始懷疑了 怎麼看法呢 我們真的要研究一下 因為我們香港人 尤其是那些有錢人 還有高收入的 都指於那隻飯碗的 還有很多我們分量 他們吃剩的那些 他們自己的消費 就益了我們香港很多人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的地產 地產就是建基於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才值那麼多錢 如果香港不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哪裏地產山頂都可以賣到15萬一呎 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 出了一個金融中心 全世界的有錢人都聚在那裏 鬥有錢 香港的地方不多了 你就要用很多錢 才能買到一個位置 一個號碼 來證明你的身份 如果香港不是靠這件事 都可以的 要不要在香港 寫字樓的房租 那些投行啊 或者做booker那些 他們真的可以的 而且那些大陸的公司 一幢一幢一幢 整幢的房子 總部了 所以香港的寫字樓價錢 可以頂得住 跟金融中心的直接關係 那時候國金 租金最貴一呎 是220至250元一呎 當時 UPS租的那些大陸公司 租2萬呎 租3萬呎 租4層 八層 2萬呎乘以250多錢 那數是2500萬 租8層是4000萬 那數字很誇張 租4000萬 你要捕多少水 你還要出糧呢 所以 變成了香港 一個金融中心 就是令到所有東西都那麼貴的東西 如果你不是搞金融 不值那麼多錢 我們研究一下 習近平的思維 他對金融中心 是不是真的覺得純粹是一個賭場呢 我其實覺得 不單止他不當你賭場 他覺得是一種罪惡 他覺得好像很簡單 上書不是說北京要開當 當業豪影無蹤 北交所是 現在有沒有人提 沒有人提 他好像很容易地說 澳門又是開當業 好像是開當業 就是金融中心 又說深圳 又說截了香港 他那個思維 簡單到他以為 買一間 中心的店鋪就可以開當 他還沒有在裏面工作過 是不知道的 你如果還沒有炒過股票 又還沒有在裏面工作過 你對金融中心的概念是沒有的 人家以為那些是堵住來的 我覺得他不單止是這樣 因為他的出身 我真的要研究一下 他1966年 當時他十三歲 剛剛好文革 他那個成長過程 他從小到大接觸的東西 就是那種最極端思維 金融中心 是一種罪惡來的 在他心中是一種罪惡來的 我們這群人全部都是人人得而諸之的 全部都是 吸食人民資本的資本家 或者叫做洪水萬壽 國際歌唱的洪水萬壽 你們就是洪水萬壽 他本身覺得他的責任 就是要來消滅你們 所以當時我們 看不明白這個人 九零年代 他接觸那些所謂金融 是九零年代 那時候大陸才開放 讓他知道一點 而且知道是非常之皮膚的 經常看到你這群有錢人 怎麼進去又會流錢出來 越拿越多 他的了解 就是你去找人份的 那些錢去找人份 你就賺了 找那些股民份的 這些是一般人的想法 裏面有一部份是這樣的 可以用這樣來解釋 可以用這樣來解釋 大陸真的會這樣 找那些股民份的 找一輪又一輪 然後有些年輕人出生 十幾十歲 大學不如又找一輪 真的好像割韭菜 香港和大陸都是找人笨的 沒有錯 不過 美國真的不一樣 市場 大家都是金融市場 美國沒有那麼微譜的賺品 人家的基金嘛 人家真的有做實驗的公司嘛 香港全部都是穩定的國企 做假象的大陸公司 加上一些老千股 所以我們真的要分析習近平 覺得這件事 不但是穩定 因為習近平說要反貪嘛 他覺得這個跟貪汙沒有什麼分別的 而且這個是資本主義的玩意 這件事是獨草來的 所以我們香港很多人 還是真的很天真 做生意的最天真 我那些伙計說 我今天又在那裏做了多少 拿不去 大家在那裏做了多少 大家在那裏做了多少 就賺到錢了 所以他們以為這些錢有很久賺的 習近平的人 你見他的成長過程 最大的問題就是你現在看到他的那種暴存 一帶一路 支持緬甸軍政府 在馬六甲海峽 收購黃金港 這個黃金港就是在馬來西亞 吉隆坡那裏有一個小島 他就說把他們變成黃金港 目的就是 他經常都覺得馬六甲海峽會被美國封鎖 經常都覺得 人家會封鎖馬六甲海峽 中國所有船就運不了過去了 所以他要賣那裏地方 他的思維和我們今天看的博物館裏面的東西是一樣的 一旦都是封鎖馬六甲 他就要用緬甸出海口通過緬甸去印度洋 他還在想這件事 還有他對美國的計劃 是日本人的那一套計劃來的 第一道年 第二道年 然後又中途島 然後又珍珠港 他真的想著那一套東西 用回那一套東西 不過日本人那時候做的那一套東西 是很深入的 不要小看他 日本打敗了仗 我們說他甚麼都不行 實際日本也很行 如果沒有兩個原子彈 我們今時今日 在講日本話 當時如果日本不是那個戰線拉得那麼長 美國不會全面入侵 沒有國共的 完全抵擋不了日本人 起碼滿洲國 或者整個北方 整個北方是這個 日本話士 起碼滿洲國 一直到南京都是他話士 上海都是他話士 那個時候有汪精偉 路撒下來海邊 整個沿海就是他 整個華北 海港沒有運輸 甚麼都沒有 即是 共產黨留在沿岸種鴉片 然後蔣介石留在重慶 沒有了 就是這樣 其實要研究習近平 這一節不夠說了 下一節再說 你既然看到他犧牲了上海 我們香港就失失了 上海是他直接的經濟 香港是額外來的 上海是飯 香港是鬆 我們下一節回來繼續說 那